这个周末,狐狸猫,麦麦和小树蛙一起去参观球鞋收藏店 麦麦你看,这和我现在穿的鞋子是同一个品牌耶 原来这牌子最早在1982年就有了耶 哇,第一代也太好看了 不过,好像logo的位置,鞋舌的设计不太一样 狐狸猫啊,我们来找找你的鞋子和第一代还有哪里不一样 你看,包装最不一样 以前的鞋盒是黑底红字,现在是红底白字的 你这么一说啊 啊,产地也不一样耶 早期大多都是美国、西班牙制造 现在大多都是中国、越南制造 对对对,1995到2010年间的秋鞋好多都是中国制造哦 而近几年都是越南制造的 为什么同个品牌、同个款式的鞋子、生产地都不同啊 这就要从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政策说起啦 咦,小树啊,球鞋产地为什么会和近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政策有关啊 先别急,在回答这个问题前 就让我们先来看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政策吧 你们有听说过世界工厂吗? 我有印象,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在世界各地 全世界都可以买到中国制造的商品 所以中国有世界工厂的称呼 我也记得,像是日常生活中的鞋子、衣服、导生活娱乐的电视、手机 有很多都是在中国制造的耶 你们很棒,已经有这个概念了 那当时你们想想,要成为一个世界工厂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呢? 如果要设立很多工厂 那就会需要足够大的土地和非常多的劳工,对吗? 也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才可以开大工厂啊 而且如果产品要卖出去 也需要考量交通区位 这样才可以节省运输的成本 你们说的都没错 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 在沿海地区发展多个经济特区 以大量低廉的劳工、土地成本吸引外国企业投资设厂 经济特区,那是什么啊? 经济特区,在1980年代初期 中国为了发展经济,扩大对外经济交流 在中国沿海极座城市中特意规划的区域 藉由较低廉的生产综合成本诱因 吸引许多技术较单纯的外国厂商进入投资 像是纺织、玩具、生活塑胶用品等等 带动中国当地经济发展 那球鞋的制造也是在这个阶段发展的咯? 没错,在多年发展过后 经过越来越复杂的技术与资金的加持 中国在生产技术持续精进 又进而吸引了更多精密技术的厂商前去设厂投资 像是电脑、汽车和工业机械等等 生产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元啦 这样世界工厂就形成啦 那为什么后来都是越南制造的呢? 近年随着经济成长 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工亦续成长 基本薪资提高 这造成企业生产成本上升 尤其是技术单纯、毛利低的纺织、玩具加工、制造业等 因此这类工厂纷纷离开中国 那这些企业去哪啦? 这些工厂有些西迁去中国西北部 也有些迁往海外 像是越南、印尼、印度等 这些劳力成本较低廉的地区 那有些技术家复杂的工厂 他们为什么也离开中国了呢? 现今国际贸易热落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也会影响资方企业投资意愿哦 要是国与国的关系不稳定 生产成本没有降低反而提高的话 这样资方企业就会想要离开啦 像是2018年 美国对中国部分商品提高关税 这就让外国企业面临转型或迁移他国的抉择 原来如此 小叔啊,按照你刚刚说 有些工厂都离开中国去其他地区发展了 那中国产业会受到影响吗? 还记得我们刚刚说 近年来中国地区劳工易事成长 基本薪资提高吗? 以中国西元2012年和2021年的 基本薪资涨幅为例 平均基本薪资都大幅成长 这时候人们的整体消费力 也同步跟着上升啦 而2010年 也是中国GDP的转列点 从2010起 中国随即要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整体消费力上升 我们可以如何看出来啊? 由于中国的高人口总数以及高消费能力 中国已经成为现今的新兴市场 据汽车产业中华宾市汽车为例 在2022年一年 光中国市场就占据了全年37%的销售额 总交易车辆数比整个欧洲市场都还多 哇哦,好惊人哦! 不仅仅如此 你们都有听过双十一购物节吗? 当然有啊,在十一月初下单 线上购物都会比较便宜 有很多折扣,最适合大买特买了 那你们知道 双十一购物节是中国推动出来的商业节日吗? 中国领土辽阔,人口众多 为了将商业销售版图货集全国各地 并带动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转型 中国大力推动电子商部 2009年 天猫公司推出双十一线上购物节 每年都创造出了惊人的消费记录 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啊? 天猫上面不仅仅只有中国的本土品牌 他们以高人口总数 吸引来自全球的品牌加入活动 在高需求及高消费能力的加持下 成功促进消费 达到惊人的单日成交数 中国的人口总数多 消费市场真的好大耶 今天说了中国 从成为世界工厂到成为世界市场的进程 让我们复习一下吧 一、中国在早期 透过低廉的劳力、土地成本 吸引外国资金与技术投资 从纺织玩具、电视冰箱 一路发展至需要复杂技术的电脑、汽车产业 二、中国制造的商品遍布世界各地 带动中国本土经济发展 三、近年中国劳工权益提升 基本薪资提高 以及在国际贸易热络关系下 中美关系影响资方投资意变 企业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 选择将工厂吸迁或迁往海外 四、中国在2010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劳工薪资上涨 高人口总数、高额消费力 带动整体消费力上升 中国成为新兴消费市场 五、世界工厂与低廉的劳动力、土地成本有关 世界市场与总人数多 和薪资上涨带动消费力有关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 不仅仅只有球鞋的产地 惊人的观光客人数和汽车销售总数 在中国经济崛起 与全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我们也要做好准备 透过观察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来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 好的、没有问题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 中国经济崛起 在全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中国主席习近平 于2013年大力推动一带一路计划 这计划对执行的国家与中国 分别有什么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呢? 欢迎与我们分享你的答案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